我给单位的勾回头头提了点意见 他们就给我打上了反革命 把我押送到劳改农场 老婆呢 也跟我划行了界限离了婚 我有两个孩子 男孩九岁 女孩六岁 再后来呢 我就从劳改农场逃了出来 跑到这儿来了 你哥咋没提这段事 我没告诉他们 我也不想对任何人讲 如果咱俩不是谈婚姻大事 我也不会跟你说这些的 那你就不想孩子 咋不想 可想又有啥用 我现在啊 是啥也不敢想了 那你为啥怨娶啊 我知道你会问这个话题的 怎么说呢 最好还是说实话吧 咱们呢 都把实话说出来 行呢 就行 不行呢 也都别迁就 我哥 我哥传承这事之前啊 我只见过你几次 并不了解你 就是现在呢 我也不完全了解你 所以啊 根本谈不上爱不爱 但有一点 我可以肯定告诉你 我很喜欢你 那你 你不爱啊 为啥喜欢啊 爱和喜欢哪不一样 我啊 就喜欢你那股子将劲 喜欢你的个性 你天不怕地不怕 总是按自己的想法去干 这在咱刘云沟 这个穷地方 那真是少见的 可俺这样 也没得好啊 不还是落到这种地步 俺姐说 不信命不行 俺这辈子 就是命苦 咱也改不了了 你这话呢 也对 也不对 你姐说的命运呢 完全是由于穷造成的 如果改变了贫穷 每个人再学点文化 这种命运呢 是可以改变的 你说能改变 嗯 那俺咋看不出来 是 要想改变这种 因为贫穷的面貌啊 那是太难太难的了 我也无力 我说的啊 这些都是大道理 这道理好说 做起来那就太难了 行了 咱不说这些了 还是说说咱俩的事吧 还想听你说 我挺爱听你说的 咱俩人哥 没人能讲你说的这些话 我跟你说的啊 都是实在的话 我愿意娶你啊 是因为我也希望有个安稳的窝 过一个男人应该过的生活 我也希望有个说话的伴儿 有个女人照顾 有个家 你不嫌弃啊 你不嫌弃我的年龄比你大这么多 又不嫌弃我是一个有问题的人 我还嫌弃你啥呀 那 俺肚子里的孩子 要是下生呢 那咱一起养他 那 鸡生 要是回来接俺呢 我送你过去 你就舍得 鸡生回来接你 你要是愿意跟他走 证明你真的爱他 那你就不可能爱我 我就是舍不得 那又有啥用 你不能骗俺吧 我说的 这都是心里话 骗你干啥呀 你比你哥好 好 快去 你吃 你吃 你吃点 你吃 那又来 吃点菜 吃吧 拿着 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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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汤妞 喂点弟弟 哥 我先给家留两块钱 这月工资刚发就全还给别人了 等下个月再 滚 你让 滚吧 你哥我就是穷子 我也不靠你这个混蛋活着 你 你让我帮你 帮你吧 你又骂我 你是嫌钱少啊 滚 以后 你别进去就行 不进就不进 你跟他这种人呐 发那么大伙干啥呀 值得吗 我就是找个套骨子 我也不靠他这个辈子 高五子这些话呀 是套心窝子了 他倒是挺老实啊 按看他真没骗 你大了 有自己的主意了 姐也真管不了你了 不过呀 姐还得劝你一句 傻事啊 自己都琢磨透了 别静止亏 姐 你说 鸡生真不能回来了 他要是想娶你 早晚能回来 他要是不想娶你啊 那就不好说了 他咋不想要啊 他又不说娶俺 俺能把身子 给他吗 他要是回来也不娶你呢 那 俺嫁给高五子 也不愿 他有文化 说话一套套的 道道可多了 比咱刘云狗的男人都强 他不会对俺不好的 其实啊 你要是能找个好人 又有手艺 老实巴交的能过一辈子 这当然是你的福分 可俺就是怕你们这日子 也过不长远呢 高五子说了 鸡生要是回来去俺 他绝不图俺后腿 那他图个啥呀 他准着算计着啊 鸡生回不来了 姐 反正 俺不能再赖在你家了 俺这样做 心里也踏实 俺带着身子过去 他呢 比俺大那么多 又离过婚 俺们俩 谁也不欠谁 谁也 是高大夫啊 做饭呢 大忙人来了 高大夫快大呼 快大呼 二满呢 给高大夫快点水 不用了 我呀坐一会儿就走 我还有几家啊 得去转转 你这是从哪儿转过来的 刚从老江家过来 起嫂子伤病咋样了 腿伤倒没啥大事 可是他又怀上孩子了 傻 哥哥不喝水 他的心思太重了 哭了一头哨 姐 你咋啦 咋啦 是他的 是柱子的 七嫂的命啊 真是太苦了 她家那日子啊 过得真够惨悦了 姐 姐 姐 完了 全完了 过几天哪 等他伤好点 我就得跟他上医院呢 把孩子做掉 啥 他那个家呀 如果再添掌嘴啊 那日子啊 就更过不下去了 这孩子啊 就别打掉了 还是把四弟找回来吧 啊 这孩子啊 就别打掉了 还是把四弟找回来吧 你们俩有个感情 就我看得出来 男女家那事啊 是瞒不住人的 咱俩 就分开吧 啊 咱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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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说了 就这一招了 让她回来吧 啊 你俩过吧 我不拖累你 妈 你咋的了 妈 你咋的了 你咋的了 没事 那你咋哭了呢 妈 哭了 说到咱一家老小能活下去 我就是死 就是死 也闭上眼了 大爹 求求你 求求你 别再说了 你真的逼我去死啊 妈 你不能死 你不能死 爹 你不能让我妈死 妈 你不能死 四弟 下手倒了 爹 不能坐这儿 不能坐这儿 不能拆散这个家了 妈 让我四叔回来吧 让我四叔回来吧 不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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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我要去找四叔 我要去找四叔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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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夕爹 爹 wahrscheinlich 是芳芳 看你把我吓了一跳 你喊啥呀 瞧点声不行啊 怕啥呀 你看你 大冷的天 也不说多穿点衣服 动作咋办呢 没事 抱点柴火 马上就回屋了 忘了你发烧的时候了 芳芳 这黑能下火的 你找我有事啊 咋的呀 没事我就不能来啊 谁说你不能来了 你看你 你不是让我给你做个烟袋吗 做好了吗 给 真挺漂亮的啊 你还真给我做了 好 这阵子 你也没少帮我们 能不给你做吗 梁子 进屋去 我有话跟你说 哎 妈 你腿还疼吗 嗯 你们两个 谁也不见谁的 得事呢 心里明明白白的 不照个人 我后的日子 咋过呀 可谁也不能平白无故地 帮他拉扯这个家呀 可不舍出点啥 能行吗 这事还真是德顺先开的口 他说若招 就招梁子 如果你愿意 我明天就跟德顺 把你的行李扛过去 不 我可不当套骨子 那滋味啊 我受不了 你看竹子 这剩子是撒过的 出出尽尽 那 那还不是家包走人了 招套骨子的人家 也不是全不顺的了 那也在人处吗 我就不信 两个男人守着一个女人 那日子过得能顺的 我心里喜欢你 帮你就行呗 你咋的了 喜欢喜欢 我们老好家得过日子 得活 芳芳 芳芳 你把这几本账 给德顺带回去吧 我不管 叫听 芳芳 芳芳 我们的肯定 想湿 这是 这 我 怎么 想飞 column 我 看 我 舅爷 舅爷 大雅 有事吗 舅爷 我要找四叔 我要找四叔 别着急 慢慢说大雅 大雅 咋去了 找四叔有啥事 我妈昨晚哭了一醒 我爹让我妈去找四叔 我妈又下不了地 咋去找四叔 我 舅爷 大雅 别急别急 舅爷 你连我去找四叔吧 你连我去找四叔吧 大妹子 你看你这 来 七嫂 好点没 这是大鹰子给俺送了的大米 给七嫂做的吃吧 大妹子 大妹子 她现在啥也吃不下 你拿回去自己留着吃吧 七哥 想开点 有大家伙帮衬着 日子能过得下去 别太发愁了 啥能不愁啊 你说这个家 妈妈 我舅爷来了 我舅爷来了 二舅来了 二舅 七媳妇 别急别急 总会有办法的 来 二舅 对 二舅 你劝劝她吧 她现在 谁的话也不听了 你说 没啥过不去的事 咱这流云沟穷是穷 可从来没人饿死 当初咱伴们 闯关东 在这钩子里 开黄绝地 剑毛舌 不都是五湖四海 走在一起 你帮我 我帮你的走过来的 要是能喘这口气 没啥过不去的 阿淑说得有理 七嫂啊 你们就放宽心吧 话是这么说呀 可日子 还不得靠自己去熬 老七啊 我看还是把周四找回来吧 把老四找回来 放心吧 我去找老四 一定能够找回来 二舅 别难为她了 别去找她 二舅 你真去找她 要是找回来 那可太好了 放心吧 事回来就好了 别着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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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霜天边 你去安家的等一长 你是穿上花帆的围杆 寻你当我留自己的河 找你爬上我爬到的山 穿过你沉沉的泥 绕过的角色的花 马上我把你从天边找回 哪怕走他的百八十天 妈妈的家不能散 河家要团圆 少你饭桌上空了一只碗 没你妈妈的桑印总把干 瓶碎的木板 沾不成花 大河的钢铲浪击药 没有无不良河的情 没有改不成河的处 那让我把你从梦里航回 不怕走过风雨霜前天 听随的木板 沾不成花 大河的钢铲浪击药 没有无不良河的情 没有改不成河的准 马上我把你从梦里航回 不怕走过风雨霜前天 四叔 是四叔 大河 你咋到这儿来了呢 找你来了呗 找我 跟谁来的 我跟我舅爷来的 舅爷在哪儿呢 外头呢 舅爷 舅爷 是四叔 是四叔 二舅 你们这事叫我别人俩 找得好苦啊 找我 家里出啥事了 出事了 出事了 出啥事了 你快说呀 七媳妇摔伤了 咋摔的 厉害不 可厉害了 我妈都下不了地了 高大夫 你说这爷俩 出于这么多日子 连个信儿都没有 七哥 有二舅在啊 大压不会出事的 你就放心吧 他们哪儿吃 哪儿入 谁给钱呢 七哥 你就别惦记了 动不着 也饿不着他们 高大夫 我们那三家 二舅母 抱走那么多日子了 贪那么大岁数 那 那能忙得过来吗 七哥 别想那么多了 大家都是相里相亲的 帮一下子 有什么呢 高大夫 你看我这腿 啥事能下地呀 这腿啊 恢复得挺快 可是下地呀 还得些日子 那孩子不能做掉 那是你的根呢 啊 我还拿有脸再回去了 出来容易 这回去可就难了 难啥呀 你要是不回去 那个家就没法过了 不靠你 靠谁呀 啊 七嫂的心都凉透了 我再回去 她也不会给我好脸吗 人心都是肉掌的 她对你 哪能没点情意呢 姜七说了 她跟她媳妇分开 让你们俩成亲 哎呀 那哪中呢 那可不行啊 我住宋哪能干 这不是人的事呢 夺人之妻的事 我不能干哪 那我不是成了 王八犊子了吗 那不中 那可不中 不中 我哪能干大事呢 不能干大事 德顺啊 这堆账 我给你送回来 放到这儿了啊 我跟齐队长说了 咱这干出活干惯了 会计这一行 咱也做不来呀 梁子 你糊涂啊 对上会计这活 那是个翘活啊 好多人想干 那都干不上了 听我这 接过来吧 算了吧 这饲养员呢 我还当上瘾了 省心 哎 住在饲养所里 连房子都不用张罗了 住住 不愁 我跟郎特他妈商量了 要不 你就搬我们这儿住 这样还有啥不明白的 我也能告诉告诉你 不 你呀 太假 那齐三荒子一生气 还不把你那四氧员 给你撸了吗 把我撸了 整个龙王川呢 也找不出几个 像我这样的四氧员来 这一点呢 你心里都知道 我就是不结块钱这一行 他齐三荒子 也舍不得让我干别的 德顺 你信不 郎特他妈 你把这帐篷都划了划了 放柜里去 咋整个这么矛盾啊 你今天这是咋的了 怎么干点啥都矛盾 都算光的 快整起来 德顺 媳妇 梁子在你家呢 你看 你不干 这不找上来了吗 我说你挺难找啊你 齐队长 早有事咋的 坐我队长 你给我拿宝是不是 咋的呢 你到底是把这个账牌 给我送回来了 我就不相信 我就不相信 差了你这个鸡子做不成曹德高了 这可是一等窍活啊 趴门干 齐队长 咱不是没那俩下子吗 你们谈工作吧 那我先回去了啊 快来 不接会计 出趟车还行吧 我说齐队长啊 我说齐队长啊 咱们队里头 这三四个老板子你不用 那咋就 非整上我来呢你看看 梁子 就算三哥求你了 别人不认识高主任家 进了阵子还得现场 他家有点木料 你拉回来呢 给那个卫生所那高大夫送去 好 好吧 德孙儿 这要啥困难 遮身 啥困难不困难呢 对不过呗 好 武子 饭好了 快出来端饭 嗯 五子 你从哪儿把它翻出来了 刚才我找医护啊 在村里发现 这要是早看见的 你搬过来那天摆上都好 好啥好 摆那儿干啥 太迷了 多好的一件艺术品员 二门 咋的了 说不摆就不摆 摆那儿不挺好的吗 醒了醒了 吃饭吧 吃饭 二门 你咋不吃呢 你吃吧 我不饿 总不吃饭咋行呢 你看你那脸子 还有你那腿总臭筋啊 都是营养不良的表现 这饭子啊 也难怪你吃不下 我干嘛 得想点办法 你快吃饭吧 俺没事 俺不挑食 吃饭 吃饭 振饭 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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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买到一样子 穿上平台 我买到 这刀带我 有事啊 得久啊 没课啊 现在没课 得久啊 我听说你要买块表 是啊 你能弄到表票 你看 你看这块表怎么样 上海盘的 咋的 你要卖 不瞒你说呀 我急着用钱呢 哎呀高大夫 你还缺钱 二妈妈现在身体不好 我着急呀弄了钱 那 你打算卖多少钱呢 这表啊 是我哥新买的 就采给我 你也知道 现在啊 买啥表啊 都得要票 我要是不着急用钱呢 这表也能卖上原价 你呀 就给我一百块钱吧 一百 上身为故意 这样吧高大夫 嗯 我给你七十块钱 七十块钱可不行 哎 得久啊 你呀 先给我一百块钱 等以后大哥有钱了 再退给你三十 行不 哪有这么卖东西的 那 高大夫 嗯 你这车子挺不错的啊 这样吧 我给你一百块钱 咱俩把车子换换咋样 行 那 你不看看我那台车 哎呀不用了 能拖人就中啊 好嘞 走 到我那对付一口 哎呀不了不了 我呀这就马上得回去 哎呀你客气啥呀 到街里还得买点东西 待会儿再走呗 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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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别客气就坐一会儿啊 妈 我四周回来了 妈 我四周回来了 我四周回来了 妈 我四周回来了 大爷 大爷 去这么多日子可我急坏了 跟你二舅爷都去哪儿了 我跟我舅爷去了好多地方呢 妈 大爷 你好点吗 让大姐回来了 大爷回来了 闹病没 没有 每天我和舅爷 走走走好多好多好多的路 都走好多好多的路 脚上打了可多可多的大水泡了 妈 现在一点都没有了 一点都不疼了 这让妈担心呢 妈 你好点没 好多了 大爷啊 嗯 走得那么远的道 饿没 没有 没有 我们边走边吃 四周给我买的杠头 可好吃了 妈 你看 四周给咱们买的吃的 来 来 大鸭啊 嗯 咋让四周买这么多东西啊 不是我要买的 是四周非要买 妈 我四周说 给咱们一人做一件花补荫 这下过年可有新衣服穿了 鸭啊 啊 你四周咋还不进屋呢 快去看看 四周 你咋还不进屋 走啊 好 四弟 啊 回来了 啊 坐吧 听说七嫂摔伤了 我就连夜赶回来了 好点没 好点了 还要下地啊 那还得逮一阵呢 四弟啊 回来了 就别走了 来 记上啊 咱哥几个在一起这么多年不容易 今天多喝几杯 来 来 来 大家喝喝 来 来 做这么多菜 这么多年了 大叔 我在这儿待了六年零七个月了 让老书记操了不少的心 我审计生 大叔 不会忘记大叔的恩情 我知道这些年有些事情委屈你们了 可龙岸山的乡亲们没亏待过你们 你记得我 不记得我 这都没关系 记身啊 回城后 大叔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 你老放心 有朝一日 我要是混好了 我绝不会忘记 龙岸山的乡亲们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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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杯 黑子 来 吃啊 来 吃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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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多远了 吃菜 不用怕 高胖子一定说 你妈落实政策 官复原址了 她就不敢对黑子下手了 就是 咱妈官比县长官还大呢 对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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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杯 吉成啊 明天你就要回城了 是不得给大伙说点啥是不 对 说两遍 说两遍 好吧 我就 祝愿大家 早日招工回城 早日成家生贵子 来 喝 干呐 你们这儿怎么了 你们这儿怎么了 吉成 你 你刚回来 你还不知道呢 啥事啊 这 你们到底 怎么了你们 你们都哑巴了 啊 到底啥事 说呀 二门 走吧 我不想去了 你自个儿去吧 按规矩啊 是三天回门住娘家 这都一个来月了 再不回去看看呢 让大姐多伤心啊 二门听话 下地儿穿衣服 那算啥娘家 再说 我真不想进那个村 二门 别想那么多 不为别的 就从大姐照顾你这么些年 咱应该回去看看是不是 我去推自行车啊 我去看看 鸡匆医生 鸡医生 都没有 都没有 都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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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事啊 你们大家 谁帮忙这个吗 刚喝完酒 被整出点啥事啊 鸡医生 鸡医生 应该去看看 他也够倒霉的 真倒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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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